林远电影节发言全程抗体瓷器,遭网友质疑业务水平不行 林远电影节发言全程抗体瓷器,遭网友质疑业务水平不行 近日,林远参加上和组织国家电影节,网上曝光了林远参加电影节的视频 视频中林远与黄晓明搭档推荐电影,林远发言的时候全程看着提瓷器,照着提瓷器念,而且念得不是十分流利 对陛下,一旁的黄晓明表现得十分完美,全程发言十分流利 此事在网上引起热议,立刻登上了微博热搜 网友们纷纷质疑林远这么重要的活动,搞成这样,是业务水平不够还是不够重视 有网友表示毕竟是国家级节目,代表的是我们国家的形象,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接受批评是应该的 但也有网友表示艺人都看提瓷器的,网友也太严格了吧 作为银星艺人,行程大多都十分的满,经常都是从一个片场赶往另一个片场,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准备活动 不过,在参加这种大型活动的时候,还是应该提前做一些准备,毕竟面对的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观众 你怎么看待范冰冰 一,话题女王,流量担当,这些就是范冰冰最大的资源 已经所角色出道的范冰冰,在《环珠格格》中贡献出了知能的影迹 之后范冰冰拍摄了多部古装作品,一直不奔不伙 演技也一直被拿出来跟《环珠》里的赵薇,连心如等对比 突然有一天,范冰冰和她的团队,突然get了新技能,就是营销 在国内一众女星还在珍妓斗艳,论坛比美时,范冰冰打造了范冰人设,国外,范冰冰亲身示范,开创了坦性路线 哪怕一个作品都没有,硬生生靠颜值和服饰博出了外媒知名度 吃到了营销的红利,范冰冰开始做上话题女王的王座,马震,五大头传话题度十足的前夕造势 范冰冰几乎凭一人之力,将自己的这些作品推上收视玉宝座 至于变影方面,苹果,观音山,万物生长,我不是潘金连范冰冰从来都不缺大制作 有话题,有流量,就是范冰冰最大的资源 二,范冰冰打到了范爷人设 我不嫁豪门,我自己就是豪门,放肆词等豪言壮语的范冰冰可谓是开启女性豪门人设第一人 后面的养家媳妇刘涛,不嫁豪门某某都是她的模仿者 但光有言论是撑不起范爷这个人设的 范冰冰用行为将范爷这个人设塑造得更加丰满 范冰冰给自己的工作是员工各种福利 结婚送嫁妆,年终奖钻石,手机,现金三选一 女老板人设也是玩的666 后来张静颖带着员工上奇葩大会玩的女老板人设 人家范爷早几年就玩过了 顶着坦新的嘲讽火力全开蹭红毯 到现在已经成为红毯风向标 虽然外媒还是傻傻分不清范冰冰丽冰冰 但红毯上只要有范冰冰的地方 就是焦点所在 三,和李晨谈恋爱,狗粮圈粉无数 人美飞闻多 作为全中著名美人的范冰冰一直飞闻缠身 但她一直没有官方宣布的恋情 放出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言论后 业界一直想看范冰冰的笑话 看她哪天是不是会自己打自己的脸 毕竟美貌换取资源是社会默认的规则 然而霸气十足的范冰冰硬是跟李晨谈起了恋爱 消息刚放出来,大家都不信,以为是烟雾弹,或者又是话题套路 结果人家安安心心谈了三年恋爱,求婚成功,终成眷属了 说实话,范冰冰冰选择李晨,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情侣模式,非常圈粉 且不说李晨憨后的性格在跑男中就非常圈粉 女神爱上后到男的CP,也足够让女粉丝陷入粉红幻想中,让男粉丝陷入自我代入感中 四,带出范澄澄,为弟弟铺号星路 老实讲,我没看图偶,也不知道范澄澄在图偶中具体表现如何 但光凭范冰冰弟弟这个标签,它就是图偶中知名度最高的存在 看范澄澄的人生历程也会发现,他就是一个被家人保护的很好的小孩 单纯事成,怀着对娱乐圈的好奇,踏入了这个复杂的圈子 但是可能由于他得到的太轻松了,对很多事情,尤其是事业,少了一份紧迫感 别人用力表现象抓住的,可能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 在他眼里,可能就是人生中的某种新奇的体验 蒋真,他这样的心态,如果不是脱了姐姐的福,他的出道之路绝对没有这么顺利 哪怕是颜值及正义,包容度极高的突创,没有姐姐的东风 他想要出现在大众视野,获得这么高知名度和粉丝认可 起码需要更多一点的努力和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范冰冰,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看客以为他差不多该糊了的时候,范冰冰走出了范园路线,成为话题女王之后 看客以为他也许会花落富商之家,结果范冰冰干脆和李晨谈起了恋爱 她的每一步选择都话题感十足,却也对自己十分有益,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搏话题乱来 有范冰冰冰拼命努力做对比,会觉得范诚诚真的还是个懵懂的小孩 毕竟范冰冰17岁就眼睛锁,后来流出来还珠三味斯逼的传闻 真心觉得当年17岁的范冰冰不容易 我是吴对对,虎秀,36克,泰媒体,产品经理等专栏作者,前澎湃新闻记者 专注互联网科技文语解读,更多深度解读,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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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